非常壯觀的一個球場 是時候了 哈薩德 艾巴 馬勒當娜,新位輸線 球掉了 球現在在左路 特利比亞位置一流,擋住這球 高路比恩卡,馬勒當娜 馬勒當娜 卡雲尼拿到球,紀利安,麥巴比 尼馬 這個直線漂亮 兩隊要爭球球 他不會那麼容易認輸,看看他一會不會再試一次 馬勒 特利比亞 這腳直線,一下子都撐穿了 大腳解圍 艾維斯,卡雲尼拿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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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勒當娜,衛腳高路比恩卡 有球進了 這場球第一球 差點網都被你射穿了 這個球真是一流 你看進球的位置 治癒 治癒 了 7 了 1 2 進了這球,減輕了壓力 大家都可以看得放一點 艾維斯,弄腳直線 腳法真的好,全買門 吃不飲,防守那邊鬆氣吧 龍門口前面這樣射失 別說安慰他,你不問候他也好 試試壓下去吧 紀林安、麥巴比 傳了地球過來 夏薩達一腳解位 馬坤勞斯 兩邊都追著球 球現在在馬勒當娜 馬勒當娜在左邊高速推進 馬勒當娜整腳直線 完全沒有辦法預計 馬勒當娜射 腳法很好 好 動我踢發的安全地大 解除危機了 球證結束上半場了 頭四人五分鐘就很刺激 目前雖然只有一個入球 但比賽的戰情是精彩的 比賽的節奏完全被他們控制了 球看得很順暢 入球就一個接一個 不過兩隊都是差一球而已 看來之後就好看了 下半場剛剛開始了 在領先1比0的情況之下 他們可能會踢得保守一點 未必會太過積極上前 看看他們怎麼踢 全球進來 一腳踢走這個球 莫亞 球現在在馬勒當娜 回傳給龍門 去吧 摔馬勒 艾維斯 好 現在一個全球 卡雲尼 空得挺漂亮 卡雲尼 踢進來 球現在在馬勒當拿道 這個直線漂亮 位置是後衛 但他走位跟前鋒一樣 這麼挑戰 防守球員解位 派仙奴金沛比 基尼安麥巴比 球傳向左翼 基尼安麥巴比 這腳直線一下子都湯穿了 可以解圍 丟高球,機會來了 射它吧,入球 他們又上來了 巴黎聖日耳門 這些短傳戰術真是發揮得好 你看到龍門口還可以叉得那麼漂亮 兩邊都利用這個機會去換人 先倒閉一會 一口氣就換了兩個人 一次換兩個人 看來領隊都覺得是時候要變一下 這場球的形勢真的不停地變 這場球越踢越驚烈 馬勒當拿起腳 好球 拿到零先的一球 打破姜局了 這個球員天生就是曉入球的 就算整場狀態不好 都照進 好球員 來碼 威腳直線 寄連按默巴比 準備要射了 進去了… 進了最平比數的一球 好 最後一腳簡單,你怎麼看 你們喜歡起腳射門的球員 拜託你應該記住他緊實 何況這麼不小心,就要付出代價 再換一個人 這隊換人很適合 因為我看他,他沒甚麼體力 這時候如果繼續踢,只會撞 這場球真的夠刺激 對手領先一球,就好像散了 還幫他們一個忙 高空傳投 及時解圍,有否隊友可以立球呢 卡雲尼 卡雲尼馬 碧涵沒有那麼容易輸 是突破的好機會 哈薩特 發定時間結束 現在兩隊要踢過30分鐘 這兩支球隊實力可以說是勢軍力敵 應該有排斗 90分鐘內就分不到勝負 要踢架時了 兩隊經歷就踢了90分鐘 還未分到高下 一把 納馬 走井雲栓 渡格拉斯 戈斯達 泰斯usto 由金佩比擋住了球球 梅里亚 整腳直線 哈薩特 杜格拉斯哥斯特 哈薩特 哈薩特 好腳法 馬歇路,斬中 詩華一腳把球清走 有機會入球 那球出來了 林煥一腳踏了球 這球球如果入球了,就可以領先 真是… 巴黎成人以門 最後一個換人名答 找辦法,看看能否多一點火花 差不多到最後防線了 踩到圍就好了 加時階段,踢到一半了 看看哪一隊球呢 可以多給兩次肉緊 那現在的球員呢 大家都還是挺得很努力的 看到兩隊的體力 都差不多見底了 到底哪一隊會贏呢 我想下一個入球呢 就可以分出這場賽事的勝負 問題會不會出現呢 梅尼亞 全球 馬歇路,踢走球 球出了界,界外球 拉給奧登 來吧 施華 射到了 有空位?給他吧 這次輸給後防球員 不過他不用多久呢 相信就會再來過 這個嘗試也不錯 不過實在太多人 被球證抓到 罰球 對了,真的是黃牌 正機卡 夏薩特 原場的雞聲響起 進入十二碼階段 這場激戰 結果大家不分勝負 大家都踢得很累 不過怎樣累也好 都要先踢到十二碼 百二分鐘內分不到勝負 現在是十二碼時間 第一球一開始就失敗了 沒有了… 射歪了 雙方踢完法定時間 還有加時 結果就要用十二碼來定輸贏 射十二碼輸球 真的感覺特別不值 真的很傷心 時間差不多了 真的很感謝KIMAN 這麼專業的講解 今天很開心 先玩還有幾項嗎 你開始玩 很想玩 最初quer